4月27日 王毅外长应邀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进行了通话 在通话中 王毅外长强调 中法两国在对外交往中的共同之处 比如都秉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支持多边主义 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在反对世界分裂和阵营对抗方面持有共同立场 强调合作共赢的重要性 王毅提到 鉴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动荡性 以及全球性挑战的频繁出现 国际社会期待中法两国能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统一立场 并发出共同的声音 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法方共同努力 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 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 迈上新台阶 并且希望法国能推动欧盟继续实施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 而博纳也表示 希望以中法建交60周年为契机 深化两国高层交往 加深合作 争取复利共赢 而仔细揣摩王毅的讲话 可以说每一句都是暗藏深意的 比如称赞法国的独立自主 以及强调两国在反分裂 反对抗方面的共同点 言外之意呢 也是希望法国不要一味跟随美国的脚步 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中方也拿出了足够的诚意 把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注入新的内涵 而且中法两国就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达成一致立场 并不只是中国的期待 更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期待 此外 王毅还希望法国能成为中国在欧盟内部的一个伙伴 当前欧盟内部去风险 与中国脱风之类的言论深嚣沉上 如果法国能如王毅所说 在推动欧盟实施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 那中法两国的关系 无疑会更上一层楼 那么如今国际社会的大变局 马克龙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4月25日马克龙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讲 马克龙在演讲中警告说 如果欧盟不能实现战略自主 就可能受到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竞争与威胁 他强调 如果再不加强欧洲的军事和经济 那么欧洲很可能会走向灭亡 而欧洲的生存与否则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马克龙甚至要求发起一场辩论 要求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以及在其领土上部署了美国核武器的国家参加 看看什么才是保护欧洲最好的方法 最后马克龙在演讲中还特别提到 欧洲必须表明他绝不是美国的附庸 而且欧洲自己也明白 应该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展开对话 而媒体则把马克龙的这番演讲 描述成了他的欧洲愿景 就在最近马克龙还被传出极力阻止 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连任 给出的理由是他身上沾染了太多的政治色彩 而媒体给出的分析却是 冯德莱恩和美国走得太近了 去年拜登提议让他接任北约秘书长一职 便遭到了舒尔茨的强烈反对 如今马克龙反对其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无疑是断了他的后路 法德这两个欧陆的两强先后对冯德莱恩发难 其背后的矛盾实际上是对准了美国 这无疑是马克龙欧洲愿景的一种体现 正如马克龙说的那样 欧洲不能再做美国的附庸了 而王毅在这个时候适时的送上一句 法国独立自主的称赞 很可能会帮助马克龙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您点赞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